各位天洞宝子们快来看 这只母仓鼠 Aria自然说星际战甲不干 信号登陆第十天就说要去过热美啊 大家快来看它是如何翻车的呀 热美而立系是进行奥布山谷的一个定期战术活动 每两周就会出现一次 在活动期间直接进入奥布山谷就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作为这个活动最好运的战甲就是KORA 虽然这个活动只要使用一个KORA战甲就可以单刷 但是拿罐子比较麻烦 因此Aria拉上了好友 戴上了两个KORA战甲来做这个任务 进入耗布山谷以后 我们直接使用润营垫旁边的传送点传送过去 跟着声音 我们找到剥去的圆珠 吉沙跟随在它后面的冷却株行机 然后拾取它凋落的冷却罐 找到这种喷着火焰的热美亚气罐 并标记它 这样你的队友就可以知道它的位置 每个热美亚气罐 一次可以放入四个冷却夜罐 因为我们的队伍只有两个人 因此我们需要将已经拿到了罐子 扔在地上 然后回到刚才拾取罐子的地方 再拿取一个 和队伍沟通好 确定已经有四个罐子以后 再开始往热美亚气罐里面放置冷却罐 因为当第一个冷却罐放入以后 我们只有30秒的时间 可以再次投入最多额外的三个冷却罐 千万不要在几大队伍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 擅自放了罐子 而导致罐子还没有发满 就开始了蜂蜜过产 蜂蜜开始以后 我们的警报等级会瞬间提升 并且会有大批的敌人涌来攻击我们 使用猫甲的四技能 放置罐子 笼罩在裂器的两边 千万不要将罐子放在裂器中心 然后我们放出机甲 上机甲里边战斗 在屏幕的左上角 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封闭的进度 封闭开始后 每过两秒 进度会增加一点 封闭一个裂器 所需要完成的进度是100点 也就是200秒 每成功封闭一个西方 会获得三点行动点数 西方中放的每个罐子 在完成封闭后 会获得一点行动点数 虽然当我们同时放入四个罐子时 封闭的进度会增加到175 也就是需要350秒才能完成封闭 但每当我们完成一个 放入四个罐子的西方 我们就可以获得七点行动点数 只要一直放入一个罐子 要有效略多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就是在封闭的过程中 不要放魅影 不要放分身 不要使用地图炮的技能 因为每个5秒 猎蜥就会喷涌一次了 而这种紫色的喷涌 会使周围30米内 所有的成员 进入辐射异常状态 此时你的武器 技能 分身 船员 魅影 都有可能被罐子炸射伤害 将其打爆 造成任务失败 因此在攻击 猎蜥附近的敌人时 请格外小心 还有就是要注意 猫奖的4技能 不要断掉 再次提醒一下 这种紫色朋友的时候 其论小心 不要误伤了罐子 其他就没有什么好复理的啦 安安心心的 等待 直到封印结束就好了 封闭结束以后 会产生一个热梅亚罐 失举它后 会获得一个吸尸的热梅亚 这就是一个 如何封闭热梅亚吸封的完整过程 宝子们都学会了吗 还不赶快去新自刷起来 完成100点互动点数后 还有大大的惊喜等着你哦